六度波罗蜜以布施的功德力排第一位 如果大众每天早晚如法修阴供 使供养佛菩萨也是在布施众生 阴供的由来相传佛法由印度传到中国 到了西藏 藏王要建立一座寺庙来弘扬佛法 却一直受到阻碍 莲花生大士以阴供修法消除障碍 建立西藏第一座寺庙桑爷寺 起源于他到西藏去弘扬密宗的时候 国王在护持他 国王要盖一个寺庙都盖不起来 因为有很多的障碍 后来莲花生大士就说你不要怕 我来加持你 我这边有一个法本叫做上铺驾 铺驾是尼泊尔化 就是修法的意思 他说这一个法在除障 除去一切的障碍 希望我们这个寺庙能够顺利地盖成 莲花生大士做了这个法以后 然后西藏的第一个寺院叫做桑爷寺就盖成了 莲花生大士给国王看 然后那个桑爷寺在他的手掌中浮现出来 那个幻影出来 国王他们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赞叹 桑亚 桑亚就是很赞叹的意思 它是一种惊叹剧的意思 就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寺院 就是在西藏就第一个寺庙成立了 这个寺庙成立以后 在西藏就开始有了生邪 有了一个身重 六波罗蜜以布施的功德力排第一位 而焉供可以上供诸佛菩萨 累积我们的福德资粮 夏师报答祖先父母 布施累世冤亲债主 增进宇宙之间的祥和之气 若大众每日早晚如法修焉供 是供养诸佛菩萨 也是在布施众生 十方新闻黄慧如肖瑞丰 台中采访报道